二四点,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,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,乃至于珍惜生命。 不了解生命的人,生命对他来说,是一种惩罚。 二五点,情职是苦恼的原因。放下情职,你三能得到自在。 二六点,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,这样子比较少后悔。 二七点,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,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。 二八点,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,是可耻的。 二九点,默默地关怀与祝福别人,那是一种无形的不失。 三零点,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。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,通常都会有错误的。 三一点,要了解一个人,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地是否相同,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。 三二点,人生的真理,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。 三三点不起早的人,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。 明生与尊贵,是来自于真财时学的。 有得自然香。 三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。 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。 三五点,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。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。 三六点,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,无药可救。 三七点说一句谎话,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。 何苦呢?三八点白白的过一天,无所事事,就像犯了窃到罪一样。 三九点,广结众元。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。 四零点,沉默是放最好的答复。 四一点对人恭敬,就是在庄严你自己。 四二点,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,便拥有了一切。 四三点来是偶然的,走势必然的。 所以你必须随缘不变,不变随缘。 四四点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。 四五点,只要面对现实,你才能超越现实。 四六点,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。 你骗得了别人,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。 四七点,不懂得自爱的人,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。 四八点,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。 我们在追求什么,我们活着为了什么四九点,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。 愿意了你至亲的好友,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,忘记了别人的大恩。 五零点,感谢上仓我所拥有的,感谢上仓我所没有的,五一点。